爱心觉罗 溥仪为人们所熟知 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的兄弟爱心觉罗普任 普任与溥仪 普洁是三兄弟 他也是三兄弟里最长寿的 普任1918年出生于2015年逝世 享年97岁 普任的性格沉稳 他不在乎名利和荣华富贵 是一个低调不奢华且有内涵的人 他在历史上并不出名 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在他哥哥普仪建立满洲国政权以后 曾邀请普任去参与朝政 但他拒绝接受哥哥提供的官职 他在父亲的支持下创办学堂 教书于人 或许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 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一生也没有出席什么重要的场合 普任可以说的上是天之骄子 地位崇高 在清末的那段时间里 两个皇帝出于普任的家庭存王府 一个光绪帝在田 他是普任的二伯父 还有一个就是宣统帝普仪 但是普任完全没有因为字 挤得身份显赫 就把自己摆在高高带上的位置上 他就是他 不一样的艳火 他为人随和有点 待人真诚 非常的人们的喜爱 在建国初期 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 热心帮助他人的人 曾有人评价他说 古人言于八指 淡薄名利 甘手清寒 这可以通过他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就可以看出 他的居所 多年不曾休憩 一个夏天里 天天落雨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书画所得的钱 来修自己的房子 可是他没法 他把自己的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去帮助别人 而他和老伴就依靠退休金艰难度质 他是伟大的 他的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赞扬 他与哥哥爱心觉罗 虎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不仅仅是性格都不同 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不同的 虎仪的一生是显赫的与痛苦不堪的 他的命运也是悲惨的 可是仆仁不一样 他是幸福的 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价值 曾有人让仆仁说说仆仪的一生 他同情他的哥哥 他说他哥哥的一生是无奈的 哥哥没有抗争过命运 请同情他的哥哥 不管是仆仁还是仆仪或是仆杰 他们生在那一个家族中 他们自己选择自己道路 都机会本来就是微乎其微的 只能说普认的与世无争成就了他自己